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拥有着令普通人羡慕的能力 他们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 他们天生不怕寒冷 或者是拥有过目不忘的强大本领 今天的33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五个拥有超能力人的故事 人类计算器 数学是有些人心目中的噩梦 有些人却天生对数字十分敏感 一些对普通人来说很复杂的数学题 在他们的眼中却十分简单 来自美国的斯科特天生具有超强的心算能力 出生于1963年的他 在九岁时的一节数学课上发现他拥有这项超能力 当时并没有认真听讲的他却很巧妙的解决了问题 解题思路与老师讲的方法完全相反 从此他开始对数字很感兴趣 跟家人一起去商店购物 他总是能在收音员报出总价之前计算出总价格 2000年他打破了最快人类计算器吉尼斯世界记录 计算速度比普通人按计算器还要快 2010年他在斯坦里的纪录片超级人类动出镜 在他进行复杂计算时的功能性合适公正成像扫描显示 区域跟普通人有很大的不同 提到最不害怕寒冷的人 你首先可能会想到住在奥伊米亚康的居民 这位来自河南名字叫做维姆霍夫的人 似乎更不害怕寒冷 出生于1959年的他是一名极限运动员 17岁时他突然有一种想跳入冰冷河水的冲动 他开始研究对抗寒冷的方法 2000年他以57.5米的距离 创下了在冰下游泳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2007年1月26日 霍夫创造了在冰雪上赤脚参加半城马拉松的最快世界记录 用时2小时16分34秒 后来他总共16次创造了全身直接接触冰块的最长时间的世界记录 2007年他在珠穆朗玛峰上只穿了短裤和鞋子 就爬到了7200米的高度 吃钢铁的男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每天都要吃不同的蔬菜水果等富含营养的食物 作为法国的艺人 米歇尔却拥有着不同寻常的超能力 他对大部分没有营养的物质非常有食欲 他吃的物品包括金属玻璃 橡胶和其他材料 这些食物来自自行车 电视机 购物车 从1978年到1980年 他吃下了一架完整的飞机 每天都要吃下约两斤重的金属材料 奇怪的是他没有因为食用通常被认为是有毒的物质而受到不良的影响 据估计从1959年到1997年 他吃了近9吨的金属 保持着最奇怪的饮食吉尼斯世界纪录 获得这个称号后这块奖牌也进了他的肚子 能拥有超强的记忆力是很多人的梦想 来自英国的斯蒂芬·威尔特希尔出生于1974年 在他三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 五岁时他在学校里表现出对绘画的热爱 早期的他对动物和汽车非常感兴趣 七岁时他开始对勾画伦敦地标性建筑着迷 十岁时他画了一系列的伦敦地标图 开始受到大众的关注 他最令人惊讶的能力是查看主题一次 然后绘制出准确而详细的图片 他经常根据一次短暂的直升机飞行 凭借记忆力画出整个城市 例如他在伦敦上空乘直升机一次后 绘制了4平方公里的伦敦的详细绘图 在纽约乘直升机飞行一次后 他绘制了19英尺长305平方英里的纽约式详细绘图 2005年在乘坐直升机飞越东京的七天内 绘制了他有史以来最长的东京全景记忆图 由于他近日的记忆力和绘画天赋 他的作品一直是许多电视纪录片的主题 他还曾在奥斯卡获奖影片与人中饰演角色 2006年他因艺术服务而被任命为大英帝国勋章的成员 并在伦敦皇家歌剧院开出了他的永久画廊 非常能吃的大胃王 普通人每天能吃下约两公斤的食物 作为来自日本的大胃王因为吃得快 吃得多而打破多项世界纪录 2001年在一次比赛时 他在12分钟内吃了50个热狗 比当时的记录保持者整整多出了一倍 现在的他是15项素食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比如8分钟吃下93个汉堡 10分钟吃下159个玉米饼 24分钟内完成55个羊肉火锅 他通过吃越来越多的食物来扩大他的胃 然后进行锻炼 以确保脂肪不会在比赛中阻碍他的胃的扩张 他还以其标志性的身体扭动而闻名 有人称之为小林抖动 以迫使食物进入食道 在胃里更紧凑的安顿下来 小林也因为能吃而受到大众媒体的追捧 在多个纪录片和电影中都有提到过他 如飞行兄弟 新普生一家 你最希望自己拥有哪些超能力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